有跟各位提到 如果你想要多一點的練習題的話 那我有在雲端上面 放了一些證照考試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看 那你不見得一定要去考試 如果你只是針對題目來練習的話 那我放哪裡呢? 放雲端上面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一個叫證照 Python 3的證照考試 那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有1到9類 也就是說如果有考試的話 它就是1類的話 它裡面的題戶大概10題 也就是它從10題裡面抽1題出來考 亂數抽 它的題目基本上目前是沒有變 以後會不會變不知道 反正它有個題戶 也就是說總共1類有10題 所以9類就是90題 然後呢 好像考試時間大概100分鐘吧 也就是說1題大概做個10分鐘最多 如果你70分以上 就拿到證照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規則 OK 至於考什麼 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可以看 我們剛剛做那個等腰三角形 有沒有 其實在那個第四類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話 第四類 第四類裡面的哪一題啊 你往下找 好像第四零幾啊 四零八的樣子 有沒有 這個基偶數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練習過 在這裡 410有沒有 這邊有一題叫什麼 會是等腰三角形 它有點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你要輸入 我們是固定是13 也是1到13 那這邊它多一個 就是要讓你輸入多少 比如說輸入7的話 那就是跑到1到7就好 可是如果輸入13 那就是跑到1到13 OK 差別在這裡 其他的東西都一樣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假設你會寫剛剛那一題 那你如果要寫這一題的話 那其實只要改變一個地方 就是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 跑出它要的數量 那哪邊可以改 其實這個地方就可以改了 比如說呢 那當然我們有好幾個版本 有沒有 我們哪一個版本比較OK 我們留剛剛原來最早的 所以 兩個我先把這個先刪掉 這個是第二個解法 我們留第一個解法 好了假設第一個解法 Ctrl加1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寫的 看一下結果 OK 這個就是要的 但問題來了 我現在要的結果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是13個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如果它今天輸入一個數量 它要跑幾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能就需要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加一個什麼 假設 加一個A好了 A等於什麼 Input 就是讓它輸入一個數字 Input的括弧裡面 假設我沒有任何提示 反正你就輸入幾個 Enter它就是幾個的話 有沒有它其實 考試就類似這樣 就是Input的幾個 然後Enter之後就跑幾個 那假設我這邊得到一個A 那一樣喔 外面記得加一個INT 就是因為Input 它輸入的話是一個文字 那你必須要把它轉型 那再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A 有沒有放到哪裡呢 放到A有沒有 這個14的位置 那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14嘛 其實特別注意喔 我輸入之後的話 應該這個14是STOP的位置 所以記得怎麼樣 把A放在這裡之後 還要記得還要做一件事 怎麼樣 加1嘛 因為比如說你輸入13的話 那應該是14的地方停下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一樣嘛 假設啦 這個改完之後 其實只有加一個Input 然後加一個 這個什麼呢 A加1 然後如果假設 假設 如果你剛好抽到這一題 你就是執行之後 這邊輸入多少 輸入7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看一下結果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會輸出什麼 輸出7個 有沒有 但是呢 這邊好像有個Bug 哪個Bug 空白數量不對 為什麼空白數量不對 因為上面這個地方要改 但是底下的地方要 這邊要改 因為這邊13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把這13改什麼 改A比較好了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之後 假設輸入7的話 有沒有 這樣就OK 如果我輸入一樣 剛剛13的話 13 Enter 就13 那看你要輸入幾個 它就跑幾個 有沒有 所以喔 這個剛剛的解 我們解的過程 其實就是把答案的 這個考試 基本上它沒有標準答案 也就是說你只要把結果做出來 那它就可以算你有分數了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 假設有興趣的話 不只是只有這一題啦 所以剛剛我其實只有改哪個地方 改這個地方 第一個 加一個input 然後呢 把這個變數轉型之後放到A裡面去 第二個的話呢 把那個stop改成A加1 有沒有 然後把原來是3-i 改成這個A 那其他都沒有變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多一個 讓這個三角形 它要多大 它就可以輸入它要的數字 OK 好 那所以喔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白板 雲端上面 有一個python3的證照考試 那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第四類 我剛剛講的第410這一題 有沒有 OK 那主要為什麼要提這個 如果你假設你想要多練習的話 這邊總共有1到9類的題目 非常多 不過目前我放在雲端上面 其實只有放雙數題 所以等於就是說9類嘛 總共成長 一類有5題 那也就是上面其實有45題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不妨你可以練習看看 那剛剛講的410這一題 那其他還有哪一些題 你們可以看一下 像406的話 其實還蠻熟悉的 就是BMI計算 所以其實前面的題目 你也可以把它帶進來 只是說你要把它要的結果 輸入跟輸出要符合它要的 比如說它輸入要輸入什麼 輸入什麼 身高 體重 那要把BMI計算出來 然後它這邊多一個stake 就是它我們評語 OK 所以它要做幾次 你要根據它的題目要求 然後把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OK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多一些些練習題 OK 另外的話 當然你想說老師 可是問題我如果不會做 你想說老師我不會做怎麼辦 跟各位講 其實上面是有參考答案的 答案在哪裡呢 其實上面可以看有沒有 解答程式嘛 那我把它分成總共1到5類跟6到9類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當然你最好是先不要看答案 不然的話你有時候看了答案之後呢 你可能就跳不出我的框框了 有沒有 你就會想說 把老師的答案背起來就好 這樣當然你就會 畢竟不是你的啦 OK 最好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那個用自己的解法寫出來 那哪怕如果說不是最好 沒關係你修正一下啦 畢竟你經過思考這個過程 OK 所以這個部分 我在雲端上有放了一個 就是Python 3的證照考試 提供給各位參考 OK 那再來的話 剛剛還有提到有一個部分 就是同學突然又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老師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一個等腰三角形 變成兩個等腰三角形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修改 那其實也很簡單嘛 如果說你要一個變兩個的話 那重點就是說 這邊三角形有沒有 這空白數量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空白數量 跟這邊的空白數量 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跟這邊的空白數量 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空白數量 你就直接一個 就一段程式 然後再輸出三角形 然後再輸出空白 空白兩次 然後再輸出星號 那記得最後這邊一定都要換行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一個變兩個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拿剛剛的程式 來稍微做個修改就OK了 那至於改哪些地方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回到我們 我們下載吧 來吧 我們下載吧 好嗎 好嗎